各位同学,大家好! 你们决定了今年参加什么课活动吗? 篷球、滑雪、钓鱼、篮球、拳击 这些活动,我们学校还没有举办学会 很想追求刺激,不想坐定定,又想移动 认识不同的朋友,究竟参加什么学会好呢? 如果你喜欢做运动,又喜欢认识不同的朋友 又想找些运动可以和其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的话 我欢迎你们加入我们乒乓球学会 其实打乒乓球有很多好处 它可以提高手眼协调,打得多些,伸手都快些 另外打乒乓球还可以活动全身的骨落肌肉 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令到关节更加灵活稳固 打多些乒乓球,对锻炼中枢神经系统的效果非常显著 大大加强它和其他身体系统和器官的调节能力 还可以提高反应速度 所以打乒乓球是最佳的大佬运动 还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无论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还是参加兴趣班学不同的技能都好 都可以事半功倍 我们乒乓球学会的教练是来自乒乓球总会 有多年教乒乓球的经验 还有它在我们学校教同学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都很熟悉我们同学的特质 我们学会和往年一样 全年预计总共有20次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4时15分至6时15分 地点是地下的G0一室 所以如果你想每个星期打乒乓球 适合朋友的话 记得报名啦 希望会到时见到大家啦 好啊 看到它